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RPM的包安装信息会装在哪去 RPM数据库里面去吧 那换句话说 是不是只有装过的包会进RPM数据库 没装过的呢 就不能进 而RPM工具和YAM的不同 YAM是可以从哪查 YAM是既可以从RPM数据库里面查询 也可以从什么 圆里面查 而RPM它没有什么圆的概念 它只能从数据库里面查 换言之只有只能够查什么 装过的包 没有吗 当然你要问我说 老师那个圆宝包装完以后在哪查 怎么查用哪个命令查 这个我会告诉你 go out 因为圆宝包没有什么RPM数据库 圆宝包如果你如果有一个人装得很深藏了一个地方 那就只有他知道 没人知道在那个地方有 好吧 所以只有RPM包会有这个数据库 所以RPM包也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包管理机制 是吧 方便安装查询卸载 明白 我这么跟你讲吧 圆宝包如果装了装了一装了十个文件在不同的地方 你要是不知道 你想把它删了 怎么删 十个文件都十个地方都要删掉 才要删掉 没有吗 而RPM命令呢 你一删 它从数据库里面把它相关的文件都什么 都删除了 明白 那还是很方便 那说到这个RPM数据库 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刚讲过 装过的包可以查 没装过的包是不能查 现在NTFS-Q Q是什么 query 是不是查询的意思 那个单词不会写 是不是查询 查询什么呢 NTFS-3G 所以我们查询的时候 只有装包的时候需要路径 OK 查的时候一概不能要 也不需要 而且只能跟包的名称 版本那些都不能跟 装过了吗 没有啊 It's not in store 你说没有装过 好啊 我现在把这两个胸台装一个吧 装一个装一个 那个我不谈要 因为我要不断的查 不断的删 现在有没有 有 是不是有 然后RPM-Q I 名字 对这儿看一下 名字 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版本 2017 2.3 然后release 发布版本 1 第一次发布 对谁发布的 117这个版本 平台发布的 architecture 是什么 是架构 是我们的这个 64位 OK 是不是 你很明白吧 大小呢 谁管他 爱爱爱爱 怎么着怎么着 怎么着吧 签名 是吧 啊 build的时间 构建的时间 啊 等等等等 是FIDAL项目构建的 是吧 它是这个官方的 像官方的网站是 3 NTIV3G 但是圆满的啊 它是由FIDAL构建的 有时候怎么是两个 两个地方 这个是他的出处 是吧 圆满的出处 这是FIDAL把它构建成了一个什么 阿片包 啊 钱 这个怎么看啊 这个没法看 它就是一串 所谓的用你的话 讲乱码的概念 啊 好 现在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 基本的概念啊 对不对 那-I 是不是这样查的 还有呢 RPM-QL 但我知道你可能说 这是QI QL什么意思 看啊 我给你 我们来看看帮助行吗 RPM刚刚 HAPP 然后LASS一下 其中有一个是Q Q好像不在这 Q是在 QUARY 选项 是吧 看 就是Q 后面再加上C 列出它的 Configuration Page文件 加-D 列出它的 帮助文件 -L -L 列出它的license files 杠小L列出它的所有文件 就是这个包你装哪个东西装哪去呢 给我说一下 明白吗 所以我们现在看 RPM-QL 不是我没打出来 这个什么每次连接 然后NTFS-3G 哇哇哇 你看 它是不是装了一些二精致的程序 还装了一些提供一些模块 库啊是吧 还有一些二精致的 还有DLC还是它的什么 帮助慢手册 是不是license 那如果只想看配置文件呢 -C它没有 有些软件没有配置文件 对不对 但有些软件就有了 像什么 我们装一个NVSFTPD 这是我们的网 那个FTP服务器吧 看它 它就有什么呢 它就有相应的 这个配置文件 它有啊 是不是 所以又不是有些软件都有的 好 我们看到 QA 是什么意思 我把先报出QA 我们刚才看了 是不是QF QI QC 还有QD QD是查什么 QD可不是查目录的意思 查什么 Documentation 那个帮助 是不是帮助文档 DLC很慢 慢patch 是吧 这是 这是那个QD 还有Q什么呢 还有一个东西 叫QF 看啊 QF 查询一个文件 是属于哪个包提供的 那最后简单的例子 我们要查LS RPM- 哎呦 我天 杠QF USR下的 B下的什么 LS 是这个包提供的 看到吗 当然实际上 我想告诉你的是 这个包如果没装能查吗 这个文件如果没有的话能查吗 不能查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 它真的没有亚母 这个强大 是吧 这个是既能够查什么 装过的 也能查什么 没有装过的 都能查 因为它能凑两地儿查 一个是 本地RPM数据库 一个是什么 亚美媛当中查 看到吗 所以说这两个东西都一样 这个是查某一个文件 属于哪个包 但是潜力是什么 装过的 这个是查什么 也是查一个文件 属于哪个包 装过没装过 都可能能查到 那我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有用吗 这个包没有装过 你怎么查呀 你可以找旁边那个同学 机器查一下 他可能有这个文件 没有吗 假如说旁边那个同学 他说 我有这个命令 我怎么没有呢 那我缺哪个包 你给我查一下 你那个文件 属于哪个包 我也装一个 懂吗 可以这种情况查 你要是说 干查硬查 那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那怎么查 对 就是想来讲去 告诉你亚母好 好吧 QA QA什么意思 这个RPM-RPM-Q NTFS-3G YAMLIST-NTFS-3G 明白吗 哎对呀 RPM-QA 哇 装过了所有 RPM包 YAMLIST-NTFS-3G 装过了所有包 是不是 确实是对等的 好吧 那我要给大家 作业留给你啊 就是不管有用还是没用 你啊 给我写一下 YAML和RPM对应的命令 是对应的命令 比如这一行上面 这意思 这什么意思 RPM-Q NTFS-3G 是吧 对应的是什么 YAMLIST-NTFS-3G 其实还不一样 前面这个是指示查什么 装过的 这个是查什么 装过没装过都能查 你就这么写一下就可以 好吧 就不用那么那么较真 OK 还有呢 RPM-QA 这个对应的是什么 YAMLIST 对那可以写个install 是不是这样子 那你上面那个 还有问题呢 是不是 还有一些 对他们写的话 都得写个install呢 因为YAML比他高级一点 是吧 好 你就心想 YAML是自带 带光环的 就行 好 这个都会了吗 但有些确实 我感觉是 我感觉是这个YAML做不了的 你看 YAML IFO这个做不了 这查什么 NTFS-3G 这个可以一样 是不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真不知道 YAML了 查一个文件 就是类似于查那个 类似于什么命令呢 QA QL一样东西 就是我想查一个文 一个包 他提供了一些文件 我至今还不知道 YAML用哪个命令查 但我意思是说 互补行不行 有些样子 你觉得不好做的话 你用RPM 是不是 有人非要较真说 老师你给我 非要说清楚 这个命令 和这个命令有什么区别 如果从 从这个 基础的角度来讲的话 一样的 都是现包是吧 如果非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 真有可能不一样 为什么 如果有人依赖NTFS-3G 他歇不掉 是吧 如果有了一代NTFS-3G呢 带着他一块走 是不是这样子 你要说 你要说不一样 但还是有的 对不对 然后明白了吗 各位 但是有同学说 老师他没有装过的包 他能查吗 没有装过的包 那个 比方说把那个 NTFS-3G卸了 这个RPM 能不能查 QI 能不能查 能不能 查不了 但是 一切都有 但是 这个包 是不是现在在这 我在这 好解决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答案是不可以的 他认为这是一个包的全名 知道吗 他说没有装过这个包 所以我们要加一个 P Package 这就可以 看到吗 就是 P 就是P Package Package I 查询一个 后面 指定包 不管他装不装 我查他的信息 没有吗 这是可以的 所以同样 你的道理 一样 看 QI 穿过的包 QC 是不是装过的包 QD 装过包 QI 没装过怎么办 P P的潜力是在跟上路径 才行 你没有跟路径 无论是什么路径 无论是本地路径 还是什么 UR路径 你总得给人家一个 你不给这个不行 明白吗 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是从哪查 从哪查 从RPM包里面查 或者套件里面查 明白 现在呢 杠益 可以加一个 Low Pendance 好吧 说到光盘这个事 好多人说 老师我想使光盘装个包 还记得光盘吗 我想使光盘装个包 好多人很大费周折的 去做什么 他说 我是不是要配芽芽呀 我们之前使光盘上的东西 装包的时候 是配芽芽了 可以没必要 可以怎么做 光盘不是挂到这儿的吗 挂到Mader下面的吗 我进到Mader下的去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叫package的目录 进到这里面去 我一样可以装这里面的某些包 是这样子 我也知道它没有依赖 所以我就很容易装了 但是前提是 也得把那个包找到才行 明白 找到也罢 给路径也好 反正都有 所以使用光盘上的包装包 不见得一定要配YAM 挂上以后直接给我进去 你看光盘挂上以后直接进去装 是不是就可以了 看过去装是不是就可以了 进到这个package里面是不是可以 下面这个就总结呢 总一下也行 很难解决包裹的关系 如果某个文件缺少 我们想要知道它是有哪个包提供的 也很难 但是这一切呢 使YAM呢 就非常简单 能看懂吗 各位 好 请今天大家使用这个网站上的 自己下载啊 别别的玩一下 我也不给你提供啊 请下载这个网站上面的什么 准备的NTFS3G 去测试一下这些东西 明白吗 你也可以尝试一个5的或6的 或者尝试一个386的 去试一下 看能是不是装不上 明白 另外呢 我给大家讲那个 给大家赠送的那个命令 LDConfig这个命令 要不要去看一下自己 这当是一个额外知识点 好吧 这个加载 还有呢 查看当前加载的那个缓存 或者加载的那个 已经加载的那个库 或者模块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OK 好 这就是关于我们的 RPM的管理 你们要做的事情 写一个对比表 就是YAM和RPM的命令的对比 好吧 做下这个事情 能里面吗 好 总之来讲 我还是希望 我们在 我们总之还是希望 RPM这个 这块呢 能够给大家 留下一个比较愉悦的 这个心情 换句话说就是什么 你可以稍微的去忽略一些 刚才 RPM这个工具 给你带来的一些 不适 或者痛苦 好吧 回到YAM那边去 所有的 所有的伤痕都会被 抚平 明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